这不是陛下的孩子 夜已经深了,御书房里一片安静,庆国皇帝勤于政务,对后宫的恩泽自然少了许多,像今夜这种不在后宫就寝,而是直接睡在御书房里的次数极多,所以太监们早就备好了一应用具。 一阵微风从窗檐上钻了进来,明明吹不尽有玻璃格挡的灯火,却不知怎的,仍然让室内的光线暗了些。 是的,听说是偷了皇后娘娘小时候佩戴的一块水清儿玉绝,被审了会儿,抵赖不住,去了空而自尽了。 姚太监很简单明了地向皇帝陛下道出自己掌握的原委,没有多加一言一语。 水清儿玉绝。 皇帝皱了皱眉头,似乎在思考这件东西,片刻之后,他笑了笑,说道,想起来了,那是皇后小时候带的东西,记得是父皇当年订下这门婚室之后,赐给他家的。 那时候,父皇好像刚刚登基不久,宫里乱得很,这物件也不是什么上品,但小时候的皇后很是喜欢,一直带着。 他皱了皱眉头,从这种难得的温暖回忆里抽离出来。 但莫说道,记得上面叼着的是云纹。 姚太监一味沉默,不知道陛下的心情究竟如何。 虽然皇后喜欢,但也不至于因为这种小玩意儿仗杀宫女。 皇帝唇角泛起一丝冷笑说道,她不是号称宫中最宽然的主子吗? 贤良淑德,人后国母,一直扮演得极好,怎么却在这件小事儿上破了宫? 明明姚太监说的是宫女羞愧自杀,但皇帝直接说杖杀,皇宫里的人们一个比一个精明,谁都明白这些明目用来遮掩的真相是什么。 你暗中查一查是怎么回事。 皇帝重新拾起奏章,回复了平静。 皇宫里早已回复了似乎永更不变的平静,谁也没有想到,姚公公正带领着几位老太监在暗中调查着什么事情。 然而,皇帝似乎并没有对这件事情太过上心,连这数日都没有询问后续的消息。 又是一个夜里,姚太监恭敬回禀道,宫女的死没有问题。 皇帝点点头,说道,知道了。 只是,那名宫女出事之前的当天下午,去广兴宫里送了一卷绣布,前一天,皇后娘娘向东夷承耀的那批羊布道了货,一礼第二天便送往各处宫中,并无异样。 姚太监加了一句,皇帝缓缓地将目光从奏章上收了回来。 看了他一眼,又垂了下去,说道,知道了。 太子当时在广兴宫。 姚太监把头低到不能再低。 皇帝将奏章轻轻地放在桌上,若有所思,没有再说知道了这三个字,直接吩咐道,让红竹过来一趟。 红竹跪在陛下的矮榻之前,面色如土,双骨站立,连身前的棉袍都被抖出一层层的波纹。 他不是装出来的,而是真的被吓惨了,本以为小贩大人安排的这条线索埋得极深,而且看似与自己扒杆子也打不着关系,应该会让自己远远地脱离此事,没有料到在这个深夜里,自己竟会跪在了九五至尊的面前。 皇帝没有正眼看他,直接问道,东宫死了为宫女。 是。 红竹不敢有半分犹豫,为了表现自己的坦荡与赤诚,更是拼了命地挤压着肺部,力求将这一声音的无比地干脆,然而气流太强,竟让他有些破声,听上去十分沙哑。 他答话的声音回荡在御书房内,有些刺耳难听。 皇帝不易察觉地皱了皱眉头,说道,声音小些,将当时的情况说来。 红竹老老实实地将皇后因何想起了那块欲绝,又如何开始查宫,如何查到那名宫女,谁进行的审讯,宫女如何自杀,都说了一遍。 皇帝似乎是在认真听,又似乎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,眼光始终落在奏章上,随意问道,那宫女撞住的时候,你可亲眼看见? 没有。 红竹回答得没有迟疑,内心深处大患侥幸,若不是当时皇后娘娘有别事留下自己,这时候答应,就断没有这般自然了。 御书房又陷入了平静之中,许久之后,皇帝忽然抬起头来,似笑非笑看着红竹,说道,你今日为何如此害怕? 红竹吞了一口唾沫,脸上很自然地流露出恐惧与自责交杂的神情,跪在地上,一面磕头,一面哀声说道,奴才有负圣恩,那宫女自杀的消息,没有及时前来回报,奴才该死。 皇帝振了振,笑了起来,骂道,朕让你去东宫服侍皇后娘娘,又不是让你去做密探,这等小事,你当然不用来报朕知晓。 红竹点头如捣蒜,心里却在想些别的。 一年前,他被一直宠幸有家的皇帝从御书房逐到东宫,在外人看来,当然是因为范贤在皇帝面前说了他坏话,但只有他自己清楚。 陛下只是借这个理由,让自己去东宫里做金牌小卧底,而且这一年里,自己这个小卧底做得不错。 他在心里安慰自己的怯懦,强打精神想着,就连陛下也不知道自己真正是谁的人,这发些抖又算得了什么呢? 皇帝本来还准备开口问些什么,却忽然间皱眉住了嘴,转而说道,这一年在东宫,皇后娘娘对你如何? 娘娘代下极为宽厚,一众奴才心悦诚服。 红竹这话说得很有艺术。 皇帝笑了起来,用极低的声音自言自语说道,为了快欲绝就死了个宫女,这,也算宽厚? 等红竹走后,姚太监安静地站在了皇帝的身边,等着陛下的旨意。 皇帝沉默许久后说道,红竹没说假话。 那宫女的死看来确实没什么问题,只是,她笑了起来,说道,只是这过程太没有问题了。 姚太监脑中一震,明白陛下的意思,庆国开国以来,皇宫里各式各样离奇的死亡, 不知发生了多少次,再怎样见不得光的阴谋与鲜血,都可以涂上一个光明正大的理由。 然而,往往当理由过于充分,过程过于自然,这死亡本身,反而值得怀疑。 有些事情,朕是不相信的,你也不要记住。 皇帝平静说道, 姚太监跪了下来,请红公公来一趟。 姚太监此时隐居之下,没有听清楚陛下的话,下意识回道,小红公公刚才出去。 皇帝皱眉,有些不悦之色。 姚太监马上醒了过来,滴溜着前进,向门外跑了出去,在过门槛的时候,险些摔了一跤。 自从范贤三百师大闹夜夜那日之后,也正是皇宫近十年来第一次被刺客潜入之后,自开国后便一直待在皇宫里的红公公,当年的首领太监便变得愈发沉默起来,低调起来,整日假只愿意在寒光殿外晒太阳。 但是宫里朝中没有一个人敢小瞧他,反而因为他的沉默,愈发觉着这位老太监深不可测起来。 即便如今宫中的红人红竹,其实也是因为他的关系,才有了如今的地位。 就连太后和皇帝,对于这位老太监,都保持着一定的礼数。 然而今天皇帝陛下直呼其名道,红饲养,你怎么看? 上一次庆国皇帝这样称呼这位老太监时,是要征询他对于范贤的观感。 其实红老太监回答道,认为范贤此人过伪。 只有在这种重要的,需要红公公意见的时候,皇帝才会认真地直呼其名。 在旁人看来,这或许是一种不尊重,但皇帝的意思却是恰好相反。 他一向以为称呼红公公为公公,会让对方想到身体的影疾,而直呼对方的姓名反而更合适一些。 红公公微微勾着身子,一副似睡似醒的神情,轻声回道, 陛下,有很多事情不在于怎么看,就算亲眼看见的,也不见得是真的。 皇帝点点头,说道,朕这人的性子一向有些多疑,朕知道这样不好,有可能会看错,所以请您帮着看看。 红公公公恭义礼,并无太多言语。 皇帝沉默许久后说道,成前这半年,精神一直不错,除了日常太父教导之外,也时常去广信公听云锐教他治国三策。 朕有些好奇,他的身子怎么好得这么快? 虽然说,如今皇族裂痕已现,但至少表面上没有什么问题,皇帝深知自己的宝妹在权术一道上深有研究, 所以,往常并不反对太子与长公主走得太近,甚至还暗中表示了赞赏,然而,麻烦您了。 皇帝说完这句话后,便不再看红公公一眼。 红公公慢慢地勾身退了出去,缓缓关了御书房的门,走远了一段距离,回手望着里面的灯光,在心底里叹了一口气, 对自己说道,既然知道自己多疑,最后又何必说自己好奇? 陛下呀,你这性子应该改改了,庆国的将来,可都在您的一念之间。 后几日,一名太医抱病而亡。 又几日,一位远房宗亲府上的贵人交由不慎坠马。 在几日,京都有名的回春堂,忽然发生了火灾,死了十几人。 在火灾发生的当天夜里,一脸木然的红公公再次出现在皇帝的面前, 用苍老的声音禀报道,老奴查到太医院,那位太医便死了。 老奴查到宗亲府上,那位贵人也死了。 老奴查到回春堂,回春堂便烧了。 今夜庆国皇帝陛下没有批阅奏章,很仔细地听着红公公的回报,听完了这句话,他的唇角闪过一丝诡异的笑意。 有人想隐瞒什么? 而不论是在宫中,在京中,能够事事抢在你前面的人不多。 皇帝平静说道,他的手段,我一向是喜爱的。 红公公没有说话。 长公主的手段,整个天下都清楚。 只不过这几年里,一直没有施展的余地,若这种手段放在帮助陛下平衡朝野,剑指天下上,陛下当然喜爱。 可如果用在毁灭痕迹,七军蛮上中,陛下当然,很不喜爱。 红公公从怀中取出一枚药丸递了过去,说道,只抢到一颗药。 皇帝用手指头轻轻地捏完着,威仪用力,药丸尽碎,一箱扑鼻。 他的眼中一片冷漠,说道,果然好药。 红公公平静说道,有可能是栽赃。 所以,什么事情还是要亲眼看见才可以。 皇帝说道,先休息吧,不论这件事情最后如何,不要告诉母后。 红公公应了一声,退了出去。 他心里清楚,就算以自己的身份,可是这宫里有很多事情依然是不能看的。 威风吹拂着皇宫里的建筑。 李广信公不远处的一个园子里,身着皇山的庆国皇帝从树后闪出身来,微微低头,心里觉得有些奇怪。 明明红四羊已经弄出了这么大的动静,为什么他还不收敛一些? 然而这一丝疑惑,早已被他心中的愤怒与荒谬感所击碎了。 皇帝的眼中充斥着一股失败失望失神的情绪。 中年男子没有回去请宫,依然在御书房里歇息。 在这个夜里,他思考了很久,然后问了身旁服侍的姚太监一个奇怪的问题, 红竹会不会知道什么? 姚太监紧张地摇摇头,劝说了几句。 他必须在陛下隐而不发地狂怒下保住红竹的性命,才能也尽可能地保证自己的安全。 正想杀了他,皇帝皱眉说道,正想杀了这宫里所有人。 然后他平静了下来,用一种异常冷漠的语调吩咐道,宣臣院长入宫。 在冬日里满头大汗的姚太监如蒙大赦,赶紧出宫直奔陈元去找那位大救星。 在他出门不久,御书房里传来一声巨响,听上去像是那个名贵的五尺瓶被人推倒在地。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事情,能让一向东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沁国皇帝陛下, 做出如此愤怒的发泄举动。 回春堂那里不会有问题吧? 陈元忠,那位已经在轮椅上坐了许久的老脖子, 对身边最亲密的战友说道,我不希望在最后的时刻犯错。 一头缭乱头发的肺戒说道,能有什么问题? 虽然是红四氧亲自出马,但宫里的每一步都在你的计算之中, 不会让他们抓到什么把柄。 很好。 陈萍萍闭着眼睛想了许久,眼角的皱纹像菊花一样绽放, 然后睁眼缓缓说道,我在想一个问题,要不要让红竹消失?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。 皇帝之所以偶尔想到这个,是因为他盛怒之下, 下意识里要将所有有可能猜到皇室丑闻的知情者全部杀死。 而且,他当时马上反应了过来,并没有下这个决定。 那陈萍萍又是为了什么,会想到要杀死红竹? 陈萍萍皱着眉头说道,算来算去,这整件事情当中, 也就只有红竹这个线头可能出问题。 费戒摇了摇头,虽然是我们想办法让红竹看到了这件事情, 但很明显,陛下不是通过这个小太监知道的。 这两句对话里,阐释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, 也说明了一直盘缓在范贤心头,却一直无处问人的大疑惑。 红竹虽然是东宫首领太监,但他凭什么运气那么好, 或者说运气那么差,居然会发现长公主与太子间的因私事。 原来,就连红竹也只是陈萍萍最开始掀起波澜的那个棋子。 正因为如此,我才觉得这个小太监有些看不透。 陈萍萍皱眉说道,他明明是陛下放到东宫里的钉子, 在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,为什么一直没有向陛下禀报。 以至于我本以为还要再等两个月,才能把这件事情激起来。 也许是他知道,如果这件事情由他的嘴里说出去,他会必死无疑。 费戒说道,能在宫中爬起来的人,当然不是蠢人。 陈萍萍忽然微笑着说道,红竹能一直忍着,我很佩服, 只是陛下终于还是知道了,很好。 费戒也笑了起来,笑容有些阴惨, 你有一个好接班人,我有一个好学生。 陈萍萍带着满足的笑容点点头,直到现在,还没有弄清楚他怎么安排的。 仅凭这一点,就说明他已经长进不少了。 这位老脖子知道红竹是皇帝的心腹, 却不知道红竹是范贤的人。 请不吝点赛